李云桥思考了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星恋傀儡的核心在于演化神通或者阵法 是以神通和阵力为生命的 子睿眼中一亮赞道 你的悟性很高 正是如此 傀儡本身只是载体 关键在于他的魂 也就是神通之术 但这些星恋傀儡集权的时候 便能演化气灵 施展出那一招神通来 李云桥道 那有没有可能同时出现许多气灵的情况 比如阵势当中有多道阵眼 需要多人合力的那种 子睿道 你说的这种情况理论上存在 但是很难实现 再多的阵眼也通常归于一个阵魂 也便是星恋傀儡的气灵 他有些叹息的看着那丁卯傀儡 可惜啊 若是能有完整的一套 或许就能再现这惊天动地的大傀儡树了 不过他颓废的精神很快一扫而空 有些激动的说道 能够得到一个星恋傀儡 已经是莫大的机缘了 只要老夫不断的深究下去 必然能够有所突破 这个傀儡多少钱 我买了 李云霄道 不卖 不卖 小子 这东西你留着没用 若是你真喜欢傀儡的话 老夫可以做几个 几漂亮又厉害的给你 子睿自信满满 不仅是傀儡 你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 也可以说出来 以老夫之能 必能帮你实现 李云霄眼中一亮 满脸的崇拜的模样 真的 子睿自信地捋着胡须笑道 当然 李云霄道 我想要踏入神境 你 这是在逗我吗 李云霄摇了摇头 没逗你 我是很认真的 除非能让我踏入神境 否则 这傀儡不卖 哼 子睿拍案而起 一把将丁卯傀儡抓在手中 冷冷地说道 这傀儡 你卖也得卖 不卖 也得卖 李云霄笑道 看得出来 子睿长老是真喜欢这东西 先别激动 我们再好好谈谈 我对傀儡一道 也甚是喜欢 子睿长老 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之类的 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 子睿的脸色 有些难看起来 心得体会 是每一位书练师 如同质保一般的东西 在数道研究的路上 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辛 没有人会将自己的心得 拿出来与人分享的 除非是能够得到同等的好处 李云霄道 之前 穆家之主的心得领悟 我可是毫不保留的 给长老看了 子睿冷冷地说道 那些东西 不是你自己领悟出来的 当然觉得不值钱 可以随便给人看 李云霄脸色沉了下来 冷冷地说道 与这丁某傀儡一道 被我发现的 还有一个同时代的玉碱 似乎是这傀儡主人 牧尘所留 他将那记载了牧尘 关于傀儡术构想的玉碱 取了出来 在手中摆弄着 子睿的脸孔 一下子就呆滞住了 双眸死死地盯着那玉碱 以他的能力 自然一眼就看出了 此物的年代久远 与那丁某傀儡不相上下 而且牧尘二字 牧尘 子睿猛地尖叫起来 师生道 牧家第一代家主 传说中的傀儡真人牧尘 他留下来的遇见 快快快 快给我看看 子睿像是恶虎般要扑了上来 李云霄冷冷一笑 坐在原地 也不见他动作 就光芒一闪 直接顺移开 让子睿扑了一个空 子睿这才发觉自己失态 忙说道 云霄公子 那东西的价值 无可估量 放在你手里 也是浪费 快 快给我看看 那模样就像是心急如焚 饥渴难耐 李云霄冷笑道 这可是傀儡真人牧尘 留下的心得体会 无价之宝 岂能随便给人观看 大人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把那丁某傀儡给我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子睿大炯 双甲修的通红 急忙取出一个预见来 小心翼翼的递给李云霄 这是老夫多年来 对傀儡术的心得体会 尽数记在其内 云霄公子看后赶紧回去 千万不能给第三个人 李云霄将那预见收了起来 这才说道 之前我给你看了 沐家之主的心得体会 算是扯平了 丁某傀儡还给我吧 我要回家吃饭了 你 紫睿双目瞪圆怒道 那牧尘真人的傀儡心得给我 李云霄冷笑道 你说给你就给你说的好像我欠你什么似的 他身影一闪便掠过紫睿的身侧将那丁某傀儡取了回来 紫睿哪里拦得住他的身法 眨眼间发现傀儡没了 顿时如同丢了孩子似的 哇哇惨叫一声 发狂的冲了上来 李云霄冷冷的说道 若是长老先前就能推心致富 我也不至于另惜什么牧尘心得 至于现在嘛 等我还有疑问的时候 自会回来找你 若是一切顺利 那就不用再见了 他伸出手来单手结印 一下便将树道尽致破去 化作顿光飞走 拦住他 快快拦住他 紫睿撕心裂肺的狂吼起来 双目一片通红 小院当中冲起了树道光芒 但哪里还有李云霄的影子 早已不知所踪 紫睿当场吐出一口血来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李云霄顿开数千丈远 才画出真身 在云海上万步 暗自私存道 这下怕是要了紫睿的老命 等我掌控了十二都天神煞阵后 那牧尘的心得体会 再给他一关也不迟 若是其中遇到难题 还可以以此为嫁向他求教 否则没有半点撤肘 还真叫不动那个老东西 整个树神岛十分广阔 又置身在无边灵气之内 仿如仙境 一时难以辨别方向 突然一道黑芒飞驰而来 李云霄瞳孔皱缩 正是强大的魔气 黑芒内一名舞者面带凝色 甚至有一丝的痛苦挣扎 突然瞳孔一缩 似乎发现了李云霄 猛的从顿光当中现身而出 直接落在李云霄的身侧 你是哪位长老门下的弟子 那舞者收敛了一身魔气 脸上的猙獰痛苦神色 也藏了起来 面色冰冷 盯着李云霄问道 李云霄道 在下是子瑞长老门下 大人是 眼前这人十分陌生 多半是后来进入华神海的舞者 那舞者说道 无奈化神海长老星纯 竟不识本座的身份 该当何罪 他历声一鹤 脸上一片黑色笼罩 李云霄故作惊慌 急忙说道 实际实际 原来是星纯长老 久闻大名如雷灌耳 只是不曾见过真人 还请勿怪 星纯眉头皱了一下 一般人被他这般呵斥 多半就吓得跪下了 但眼前这名弟子虽见慌乱 却没有惧怕的身色 他想到 子瑞也是一个怪人 几年都难得见一次 门下弟子看来也是呆笨的类型 无妨 我乃午休的长老 与你们数到少有来往 不时得也很正常 但本座现在有事 需要你来相助一二 星纯慢条思理的说着 眼中不易察觉的闪过金光 但那神态如何能瞒过李云霄 他直接装傻到底 愣愣的说道 何事啊 我现在还有要事在身 要赶去树神殿呢 什么 去树神殿 做什么 星纯愣了一下 若非有大事发生 很少会有长老要去树神殿的 而且一般都是长老亲自前往 很少会派遣弟子 李云霄露出为难的样子 这 这个不太方便说啊 星纯皱起眉来喝道 有什么不方便的 莫非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速速给本座倒来 果然他一下之下 对方就脸色发白 有些哆嗦起来 星纯内心一阵冷笑 这种毛头小子 还不被自己随意拿捏 李云霄有些不好意思 用手挡着嘴巴 低声说道 副会长宇晨大人 从外面带来了一批割击进来 委托紫瑞大人 炼制了三百颗强体回扬丹 这丹 你懂的 现在丹已炼成 派我送过去 星纯彻底愣住了 待了好一阵 才狐疑的看着李云霄 你没骗我吧 宇晨大人他 李云霄慌了 急忙说道 我怎敢骗大人 您看 丹药就在此 他取出了一支 扬之玉瓶地了上去 紫瑞大人还千叮万主 一定不要告诉其他人 哎呀 这下惨了 这事 大人您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否则 我会受到严厉的责罚的 他一脸完蛋了的样子 苦苦哀求着星纯 千万要保密 星纯 这下真的愣住了 看着那瓶赤红色的丹药 足有三百多颗 而且散发出惊人的灵气 一看就不是烦药 之前的半信半疑 变成了基本相信 他暗想 这事都被你泄露出来了 若是被宇晨知道的话 何止是严厉责罚 怕是杀你全家的心都有了 但他还是一脸正色 此乃宇晨大人的司机 我自然会保密 你也千万不可再乱说 李云霄急忙点头 将丹药收了起来 自然不会 这事十分保密 乃是宇晨大人亲自来小院 委托子瑞长老恋志的 星纯的内心一阵冷笑 暗想宇晨竟然有如此毛病 这个把柄落在了自己手里 不好好利用一番的话 如何对得起这个消息 我们下期待